时间其实过得还蛮快的啦 就是一转眼呢就是三年过去了 那当然这几年来讲 真的对我的人生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因为参与了五次的选举 那五次的选举来讲真的不是一般民众可以想象的 因为就是一直每年如果要选举的话 那种身心的疲乏是真的相当的辛苦 那其实一转眼间这样五年就过去了 那我其实会下定决心回到学校呢 其实你看当时是为了我的小孩 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到说选了一个市长之后 那选市长其实选市长那个来得太突然 那来得太突然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小孩也还小 那可能发生了论文的事件 那其实我讲过还蛮多次就是 其实小孩子现在可能大家 或者不仅是小孩子手上大家人手一机啊 就是会滑iPad啊就手机 那当时我看我的小孩虽然懵懵懂懂 他也是会滑手机嘛 但是他滑手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如果未来 如果未来我的小孩在滑手机 可能滑到我可能停在那个阶段 因为在那个当时选市长的时候是 那种状况的话 我觉得可能 可能我觉得我对我的小孩是蛮不公平的 所以当时我的小孩是四岁 所以我就决定说 既然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就要做一个 就是做一个示范 就是做一个他的他的楷模 要把要把这个错误来顶正 所以其实当时下的决心是 想说再回去学校把这个硕士拿回来 那其实很快一转眼时间 真的过得超快的 就是三年过去的 那真的来 现在三年过去之后 我的小孩从四岁变七岁 现在他已经会不公平 而且他现在真的会Google搜寻了 所以我觉得在从政这一条路 因为其实从政的这一条路 难免政治真的会影响到 每个人的人生 但是我觉得做对的事情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觉得用自己的能力 来影响自己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 那很多政治人物 其实从政了之后 他对他的人生的变化跟改变 怎么样去面对 我觉得这是每个政治人物 应该要去面对的这个课题 对 像你这三年在政修科大 那刚进去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同学遇到 你说怎么是高雄议员 有没有很多东西下 他说学校的教授 会不会说特别的 特别的要注意到你这样 其实就是刚考 因为我其实在发生事情的第二年 就已经去学校读书了 所以那个时候算是还在风头上 那风头上搞得就是老师们都很紧张 所以那时候在考试的时候 其实学校也外聘了很多外校的委员 来当就是当考官 因为就是怕有争议嘛 那后来考上了之后其实同学进去 因为我的同学都是可能大学刚毕业 然后一些科班出身的 所以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心里知道 可是都没有讲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真的还蛮可爱的 他们就是也没有 而且你会看到年轻人真的 他们非常的单纯 可是我在学校也都是跟他们 讨论学校的事情 然后中午该订便当就跟他们一起订便当 然后该跟他们讨论就一起讨论 所以其实大家也很少会去提 但是他们就会叫我梅真姐 那所以其实我也是全班年纪最大的 所以其实他们就还对我还蛮不错的 那只是说为了不要让大家有话说 所以该上的课还有该做的作业 我就是一定要准时按时交 那我也知道老师真的也很感谢 正修的所有老师 因为他们压力也很大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在风头上 所以压力校长大家都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反而更战战兢兢 那也导致我更战战兢兢 因为既然重新来过了 就是不能让大家再有机会说 我是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秉持的 很认真的来去面对这件事情 对所以也很感谢正修所有的老师 还有校长谢谢 那议员您这是白天还要为民喉舌 然后很多民众的一些服务案件非常的多 那你是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去完成这些学业 其实这也是还蛮煎熬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回去读化工 所以其实化工这门科系就是 是比较专业一点 所以我去上课 我回去报名 报名然后考上的时候去上课 其实我就已经自己知道说 可能自己是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就应该要更认真去上课 否则我再回去上课就没那个意义了 所以那个时间的安排 还有议会的开会 其实真的都还蛮感的 而且当时就是跑来跑去 然后上课的时间 然后开会的时间 哇那说是还蛮忙的 然后最后这一年 其实我为什么读了三年 是因为我中间又选了立委 然后跑去选立委这段时间真的 那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就是准备口试的事情 所以就是又拖了一年 那当然现在选举结束了 我就努力的把这个论文完成 然后让口试通过 可是这一段过程当中 真的还蛮忙碌的 加上选民服务 哇这个是还蛮焦头烂额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 就是因为毕竟你趁年轻的时候 然后把你没有想完成的事情完成 那我觉得人生是一个阶段 那其实当时真的 也对很多选民抱歉 就是说很多拖比较晚去 或者是很多事情 就是可能时间好像搞得 我自己很忙 真的对选民很抱歉 可是也谢谢大家 谢谢我的家人 就是还有我左南区的选民 陪我走过来 就是可以可以就是一起陪我走 一起陪我走过这一段 这一段是过程啦 要不然那时候有很多里长说 你怎么这么忙 是真的我真的还蛮忙的 对就是这三年三年来 然后后来又参与了这个立委选举 那我觉得每个人生 真的可以过得这么丰富 也是这是上天给你的课题 高同前市长 这是现在的韩院长 那我们韩国医院长 有打电话恭喜你吗 我相信他一定会非常恭喜 我也很开心 然后如果有机会遇到他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立法院 应该非常的忙 那我希望他说也祝他一切顺心 然后我们互相鼓励 我相信韩国医院长看到 我觉得他如果从新闻媒体 看到这件事情 他一定会非常为我开心 对那我希望 我知道他压力也很大 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来面对 就是未来的路 然后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 真的我就很感谢我的家人 还有真的我服务处的同仁啊 包含我刚刚讲的我地方上的选民 这一路走过来是真的还蛮辛苦的 因为真的你说要 我已经出社会出社会 大概快20年了 然后重新回走回到学校去 而且我又读的是我以前的 那个化工的科系嘛 那化工科系要做很多很多的实验 那所以说这段时间其实大家 尤其我家人就是都不敢都不敢说话 因为就是很忙嘛 所以就是默默的陪伴 那比如说像我妈妈也不敢问说 学校学校怎么样啊 会不会太辛苦 因为其实因为问了 可能会觉得就我压力就很大嘛 那就感谢家人这样一路的陪伴 那其实当我拿到毕业证数这一课 真的还蛮多人就是替我高兴的 像早上就有很多好朋友 哇你终于结束了 感谢终于至少熬过来这一关 然后我觉得我觉得人真的心里踏实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我希望这样子可以为我的孩子 甚至为一些受到挫折的人 我们就是面对事情 然后去面对他 然后我觉得心里踏实 对往后你看我现在是四十几岁 我往后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可是如果我心里不踏实 怎么样去面对未来的日子 那我觉得觉得说希望 毕竟一个政治人物还是要站起来做一些大家的示范 所以我觉得既然选择政治这一条路 我真的觉得我不想要让政治影响到我的人生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掌握我的命运 好那议员你这部分就是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 还是说勉励其他说正在读硕士班的一些年轻学子 其实我在这段期间呢 当然除了政治这一条路 不是说你努力就一定得到成果 但是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真的你努力 你只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回去读书的时候 我真的发现说我真的还可以吗 因为我回去选择化工这条 当书拿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真的太多太多忘记了 那刚刚有跟你聊天 就是真的现在这个年纪很容易忘东忘西的 可是你只要想做这件事情下定决心 我觉得你就会去改变你自己 去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那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正在读书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挫折 可是我觉得只要你有心跟认真 我相信都可以突破这些困难 因为我真的一直一直提醒我自己 那可能是因为也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压力 我觉得说在这件事情上那么多人关注 那我觉得尤其对我的小孩 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示范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为母则抢 为母则抢 我这一次真的亲身的体验到 为母则抢这句话 真的你当了妈妈之后为了小孩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做得到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ow your car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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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